好 介绍两个我真的非常爱的Excel的功能 第一个功能 请问一下 这个滑鼠右键我先插入 请问我假设想要知道 我想要知道2019年 我告诉你2019 Enter 点到他 对不起这整栏我全部都要改成什么 改成一般 好 2019 然后接下来到这个全部 好 整个剧作常用 我说常用真的里面有很多很棒的功能 你一定全部都要会快速填入 点他 全部都帮我们算出来了 2019 2019 2019 你看2020 2017 帅不上 例如说滑鼠右键插入 我在做我取27828 27828Enter 好 我把它改成通用 一般 好 然后选这一格到最下面 到最下面 然后做什么事情呢 一样常用底下填满底下的快速填入 你看这个是27828没有问题 这边63178 2906期 这个应该叫做假设ID 然后接下来订单日期 假设这叫做年 好了 我接下来我想要再做一件一个很棒的功能 例如说我想区分为地区就是周别 所以我先把这个地区别我先排序 排序 我想要去算各地区别的加总 所以我要特别交合并绘算 好 合并绘算是这样做 第一件事一定要先做排序 怎么做排序 常用底下排序A到Z 就是相同名称排序在一起 接下来 游标放在这个地方 游标放在你要放资料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点 资料合并绘算 好 假设我今天我要算的参考的位置 来去找一下 我要从地区开始找 销售额加总起来好了 全部全部 这样卷很慢 拉到最下面 点到它 去口键按住 点到它 好 回去 新增 然后因为我要最左蓝 最左蓝 就是只要是大洋洲 全部都把它加在一起 还有顶端 好 确定 所以在这个地方 马上就算出来说 大洋洲是这个数值 中亚是这个数值 北亚是这个数值 基本上 我们现在 就是要来去分析这个利润 利润 这件事 那首先第一 就是我想要告诉老板说 各年的利润表现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来看一下 因为要做数据分析 所以第一件事点选 插入底下数秒分析表 然后它会依照我刚刚游标所在的位置 它是哪一个表格自己扩张来去定义 所以这件事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就点选什么 易设的订单2 订单2 这也是我们刚刚曾经定义过的订单2 点选确定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里 就是有很多的栏位名称 它的操作方式很简单 就是透过我要分析各年的利润统计分析 所以首先你要先找各年 请问一下 这里面订单日期才有年 还有我自己是不是也定义了一个年 对不对 假设我现在我用的是订单日期 接下来我去勾选利润 利润拿下来一点点利润 就是我要做各年利润统计分析 各年年它在订单日期里有 所以我就勾订单日期 这是绝对合逻辑的 然后当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你在勾选的利润 接下来下一件事情 你就要勾选书纽分析图 一般来说它原最建议的图就是我们最平凡使用的 举例来说我们就勾选这个直条图 确定 从这张直条图里面 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我们的利润的呈现 2017年到2018年它有很小幅的上升 2019年大幅的成长 然后接下来2019到2020 这之间大概又再升了这个2万吧 千万2万没错 12万变到14万 又增加了2万 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这个只是笼统的一个数据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希望来去做一些改变 举例来说这是各年的利润分析 所以我就工作表名称 我就先打各年利润 因为都是统计分析 所以我就四个字又不打 我就只打各年利润 所以我们从各年利润这边 可能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件事 分析底下这个资料表 对 这边又有一个小小的事情 要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当我点到枢纽分析表 这叫枢纽分析图 当我点到枢纽分析表 这里是不是有分析跟设计 当我点到枢纽分析图 还有分析设计 再多了一个格式 因为它是图 好 那其实分析跟设计都差不多 两边的分析跟设计都差不多 例如说在枢纽分析表的分析 然后你可以发现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希望它呈现的是年跟季 年跟季 好 所以你游标要选到这个列标签 然后你可以点选群组选项 然后选年跟季 就是把月给关掉 那什么叫有选到 什么叫没选到 有选到就是指年 好 那这个季是有选到 然后点选确定 所以我们这样可以去看那个连续性 那你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件事 这个群组的概念 甚至我们可能可以去改成 各月就是那个1到12月 好 那就是把季给关掉 然后打开月 来去看它的一段连续性 所以你就会发现 7月很糟糕 7月奇怪了 这个大洋洲 中亚南亚北亚 7月为什么特别低 对不对 好那通常 为什么会这样讲 它很奇怪 是因为说它的前一个月跟后一个月的利润都还蛮高的 可是为什么直接到7月 它是降回来跟1月差不多 好 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来分析的事情 那7月 国力7月啊 对不对 好那提供给你们参考